大陸媒體人王志安 在網路脫口秀賀龍夜夜秀 嘲諷聲障律師陳俊翰 而引發了爭議 日前一人吳宗憲受訪時 提供節目建言 沒想到因為一句話惹禍上身 你不可以找一個神經病來演神經病 針對這段吳宗憲 接受採訪提到的內容 臺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二十九號透過新聞稿回應 這段看似為生障者的呼籲 但也是再一次把精神疾病貼了標籤 臺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呼籲 別再用精神障礙精神疾病形容 譬喻各種不當行為危險和暴力 加深社會對精神障礙精神疾病負面印象 而這些標籤讓精神障礙者精神疾病者 受到各種歧視與社會的排除 讓有心理健康需求的人 不敢光明正大求助資源 那我們今天從新聞一開始 到剛剛我們不是帶大家看了很多 關於網紅啊YouTube的這些新聞 跟紛紛擾擾嗎 大家就會想啦 這些網紅他們帶來的這個效果是不太好呢 就有一名網友可能是身為父母親 他就在這個PTT上面發文說 現在小孩除了迷卡通之外 還會迷這些網紅 但是呢許多網紅是為了流量 經常做出爭議的行為嘛 像我們剛剛討論到的 就是有網紅在這個家樂福在全聯 然後偷吃東西又把東西放回到架上 或者是有的網紅會在浴缸裡面放滿泡麵啊 在樓梯間丟100個這種甩泡等等這些例子 那這名網友他就很好奇啦 他就問大家說有沒有哪一些網紅 是讓你覺得說他是對小孩子是有正向影響的 那我們就結了這個發文裡面的一段留言 我就可以看到說很多網友他們都會推林詠樂老師 或者呢也有很多網友會推這個堅波和許之 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就會推說 其實發現林詠樂老師還蠻多的嘛 然後另外呢還有人會推老高啊等等的 那其實呢很多網友就說這些頻道啊 他們其實就是真的有在教大家知識 然後也是比較正向的 不會說為了流量去做一些就是會引發爭議的事情 那另外呢還有被點名到的像是什麼登山界 所以有人就推了說這個科室野生活 那有人推這個賤人蓋衣 就說他在教導大家就是這種反詐騙宣傳等等的 這些影片內容都還不錯 那我想要來問問看小倩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比較喜歡的Youtuber 目前嗎 其實我看的幾乎都是美妝的 美妝 可是其實美妝的我覺得也不錯啊 因為美妝的基本上也是教大家 如何把自己變漂亮變美嘛 對小孩子如果是想要學化妝的話 他應該也是有正向的影響的 未來啦未來 那我自己我自己是非常喜歡Hook 因為Hook他就是歷史系畢業 所以他很多的影片他就是在交跟歷史相關的 然後他有很多做實驗的 而且他都算是比較正向 所以我自己是Hook粉 在此呼籲大家也可以來看一下Hook的影片 就是Hook的魂絲之一是不是 沒錯呢想問問看大家 你自己覺得很正向 然後你自己很喜歡的網紅或是Youtuber有哪些呢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裡面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分享囉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巧蓮之月刊要宣布轉型了 那不過對此呢高中公民教師黃毅忠就不捨表示啊 在臉書呼籲出版社要重新來思考 因為巧虎的話比家長還有效 他是孩子們的精神糧食更是傳家的典範 巧蓮之月刊在臉書宣布轉型 3月1號起停止新訂閱續訂 而消息在家長間炸鍋 幾乎希望出版社回心轉意 而高中公民教師黃毅忠也在臉書po文指出 不希望小孩盯著電子產品 才特別訂閱紙本的巧蓮之月刊 大人不看紙本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 但小小朋友的眼睛跟腦部還在發育 有每個月紙本書籍的陪伴 不只可以學到很多知識 而且教導秀順 禮貌 有愛分享這些道理 巧虎的話比家長還有效 他懇請虎神公司重新思考 原來有這麼多家長需要你們的月刊 而他是孩子們的精神糧食 不只長伴身旁更是傳家的典範 而對此巧蓮智的發行商貝勒聲 今天也進一步回憶了 目前只是確定取消月刊發行的方式 未來可能會以套書 單品等方式呈現 目前還在做評估中 對於巧蓮智宣布轉型 這個消息藝術可以說是震撼了親子見 不過就有臉書粉專永康曾喀朗 他就分享了這個紙本其實有五大好處 說是當了爸媽才知道的 因此他就說巧蓮智轉型 無疑就是爸爸媽媽的浩劫與末日 永康曾喀朗在臉書 以家長浩劫為題發文表示 巧蓮智月刊停止受理訂閱是 爸爸媽媽的浩劫與末日 而他也揭露了紙本有幾個 當了爸媽才知道的好處 首先就是貼紙可以絲絲貼貼 而且巧蓮智的紙紙很特別不太會破 那個要拿衛生紙外觀的貼紙 去貼巧虎嘴巴髒髒的地方的玩法 無可取代 第二個優點是紙本不會沒電 而平板常常忘記充電 要拿給小朋友時才發現打不開 第三 紙本開車坐後座完很方便 如果是平板或者是手機的話 還要考慮要怎麼擺怎麼放 而紙本就放在小孩腳上就好了 第四 紙本不怕摔 兩歲的小孩平均每五秒 就會讓手上的東西掉到地上一次 不只是犀牛盾 恐龍盾都救不了 而永康曾卡朗也特別強調最後一點 那就是紙本不會需要徵收爸爸的手機 如果都改成線上擺的話 每次出去臨時要用 爸爸就得交出手機給小孩子用啊 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這個藍綠兩黨他們在29號是陸續敗會了 關鍵少數民眾黨黨團之後呢 今天早上黨主席柯文哲 就到了黨團跟立委開會 會議時間將近一個半小時 而且過程中他們還清場喔 只有留下柯文哲跟這些 這八位委員們留下來開會 那在會後呢 柯文哲就佈出了黨團過馬路到公車站的過程中 面對媒體所有的提問 還是一概都不回答 不過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則說 他們統一會在明天的早上 9點半召開記者會說明 主席院長投給自己是選項之一嗎 是嗎 有這個選項嗎 團進團出可以投給不同人嗎 主席怎麼看 如果只加說2月1號的 你的角色就不重要了 主席怎麼看黃國昇曾經痛罵過 韓國瑜是貪腐的嗎 主席怎麼看 韓國瑜說你們 他會當你們是氧氣不是空氣 覺得他很有誠意嗎 他比游錫坤有誠意嗎 根據了解民眾黨例行成會 黨務主管也有列席 但是在例行事項報告告一段落之後 大約在8點多清場 只有留下主席柯文哲與8位立委一起開會討論 歷時大約一個半小時之後 會議結束 委員們與柯文哲陸續不出黨團 面對記者詢問 會議內容投票意向 是否團進團出 要分裂投票還是投自己等等的討論是否有結論 委員們與柯文哲多是低調必答 而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則表示 預計明天早上9點半在黨團舉辦記者會 會由柯主席帶領8位立委一起做新會旗任務的宣誓 同時也會公布黨團三長 包含投票意向部分 也會在明天一併跟大家做說明 而立法院的政府院長選舉 將在2月1號登場 國民黨為了要求要票票入軌 避免上一屆的選舉投錯票的這個窘況在線 因此他們現在就傳出來說是祭出黨紀了 這個黨紀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不分區立委投錯票的話 將會直接開除黨籍 而區域立委則是會直接停止三年的黨權 列為冷凍名單 國民黨要祭出黨紀 如果有立委沒有選沒有投票 或者是蓋錯人甚至是廢票的話 部分區立委將會直接開除黨籍 輪為任期一天的短命立委 而區域立委則將會直接停止黨權 並且列入黨團的冷凍名單 除了無法競選立委院的委員會趙偉之外 更不排除要剔除參選立委 跟縣市長 而新科不分區立委 吳宗憲 在今天受訪的時候就說 不懂讀過國民義務教育 為何還會投錯票令人匪夷所思 而國民黨副發言人賴以任 對此則表示 國民黨是有組織紀律的政黨 祭出黨紀本就行之又年 這一屆立委一定要團結在一起